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 我们要探讨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 制度如何影响经济繁荣 就在不久前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 三位在美国任教的经济学家 达伦 阿希莫格鲁 西蒙 约翰逊和詹姆斯 罗宾森 因对这一主题的深入研究而获奖 评委会指出 他们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不同国家繁荣程度差异的深层原因 尤其是社会制度的持久差异和变化机制 阿希莫格鲁 罗宾森合著的书 国家为什么失败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 而西蒙 约翰逊的学术经历 更是涵盖了从牛津到麻省理工的顶尖教育 三位获奖者不仅在学术领域读书一致 他们的观点也为当今民主制度的现状提供了深刻的反思 阿希莫格鲁在获奖后提到 尽管民主制度有其潜力 但目前许多民主国家面临着严峻挑战 他指出 选举并不总能带来真正的民主结果 尤其是在社会极度分化的情况下 而汲取性制度则可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 却难以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创新 这一切都促使我们思考 制度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究竟有多复杂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分析这些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 以及他们对我们理解当今经济现象的重要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个秋意见农的黄昏 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揭示了一场关于制度与经济繁荣的深邃研究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达伦·阿西莫格鲁 Darren Asimoglu 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 以及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斯·罗宾森·James Robinson 成为这一殊荣的共同得主 他们的研究深入探讨了制度 这一塑造国家命运的隐秘力量 如何决定国家间的经济繁荣差距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的赞誉之词 如同秋风拂过树林 揭示出制度差异为何历久不衰 以及这些制度如何发生变化的复杂理论工具 达伦·阿西莫格鲁 57岁的土耳其艺经济学家 曾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巷尾度过青春时光 而后飞往英伦求学 他从约克大学获得本科学位 再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 他的学术旅程如同一场跨越大陆的探险 自1993年起便在麻省理工大学 经济系教授席上更云不错 阿西莫格鲁是诺贝尔奖的常年热门候选人 他的名字在圣路易斯联储的 全球经济学家排名中长期高居第二 甚至在2024年9月的新榜单中 超越了诸多诺贝尔奖前辈 他的合著者詹姆斯·罗宾森 则是一位兼具经济学与政治学视角的学者 生于1960年的罗宾森 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起步 沿着学术路径一路走到美国耶鲁大学 获得博士学位 作为芝加哥大学的教授 他不仅在讲授全球冲突 还活跃于各种国际组织 帮助制定发展政策 在《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中 他们阐释了制度如何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石 尤其是汲取性制度的危害 当国家利用制度快速调动资源促进增长时 却可能暗藏长期不稳定的风险 西蒙·约翰逊 另一位桂冠加深的学者 亦是跨越大洋的教育旅程的参与者 从牛津大学到麻省理工大学 他的学术足迹遍及英美 并为俄罗斯的改革贡献过心力 如今他在麻省理工大学继续他的教学生涯 当阿西莫格鲁在雅典接到获奖电话时 正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 他以轻松的语气与媒体分享自己的见解 尤其关心民主制度在当今世界的境遇 他指出尽管民主制度潜藏着巨大潜力 但许多国家对民主的支持正在减弱 民主并非灵丹妙药 尤其在已经分裂的社会中 选举有时反而带来非民主的后果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瑞典中央银行 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设立的一个奖项 自1969年起便成为经济学界的至高荣誉 今年这三位学者将分享11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 正是这一奖项将他们对制度与繁荣的深刻洞见 推向世界的舞台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周一早晨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里 在斯德哥尔摩如期举行 整个经济学界都在屏息以待 期待洞见全球经济命运的秘密 结果正如预料的那样 三位美国学者 阿杰默格鲁 约翰逊和罗宾逊 被宣布为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他们的研究颇具洞察力的 揭示了制度如何影响国家的繁荣 这一结论在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中 激起了广泛的关注 这三位学者的研究不仅仅是艰深的经济理论 而是带有一种扣人心弦的叙事 制度如同一个国家的操作系统 它的设计和运行方式 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健康状态 从古巴的幽灵蛇口到北欧的福利社会 他们将全球的制度案例一一解剖 犹如剖析一个复杂的手术过程 揭示出期间的机制和影响 颁奖典礼上 阿杰默格鲁作为三人中的发言人 对着满场的经济学家政客和媒体记者 幽默地说 当你发现你的制度像是Windows950 是时候考虑升级了 他的这番调侃引来满堂欢笑 也点出了他们研究的核心 不创新不改变的制度 是经济繁荣的最大敌人 而三人所分享的 1100万瑞典克朗 约822.2万港元奖金 据信将用于继续他们的研究项目 这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胜利 更是为经济学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应用 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正如《经济日报》评论指出 两位学者在多年的共同研究中 揭示了制度改变 如何可能成为国家经济突飞猛进的催化剂 这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 也为全球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宝贵的决策参考 阿杰默格鲁的研究风格一向以独立思考和大胆创新著称 他不畏权威 喜欢挑战传统的经济学理论 约翰逊和罗宾逊则在各自的领域中展现了深厚的专业功底 三人合作无鉴 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 将制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在三位学者的研究里 《经济日报》特别提到了他们对包容性制度和剥夺性制度的区分 包容性制度像是一位亲切的和蔼长者 为所有人提供机会和平等 而剥夺性制度则如同贪婪的巨龙 攫取着一切可以攫取的资源 只让少数人受益 这样的比喻让复杂的理论变得通俗易懂 也使得他们的研究成果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 而他们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掌声和荣誉 更是希望通过理论的普及和传播 为那些长期被剥夺机会的群体带来改变的希望 正如约翰逊所言 如果我们的研究能够让更多的国家实现繁荣 那么这才是我们最大的奖赏 在颁奖礼上 罗宾逊也借机表达了他们的期望 通过诺贝尔奖的光环 吸引更多的年轻学者投身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 同时 他也谨慎地提醒各国政府和政策制定者 不要忽视制度设计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如此精辟的洞见和深刻的观察 正是诺贝尔奖看中的核心价值 透过他们的研究 我们得以窥见制度力量在经济繁荣中的潜在影响 这无疑为全球经济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而他们的获奖 更是一种对学术界影响深远的认可 正如经济日报在结尾中所指出的那样 经济学不仅仅是关于财富的分配 更是关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三位学者在未来的研究中将继续探索制度的边界和影响 力求找到更多解释经济现象的关键因素 而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将成为经济学界的经典 为未来的学者指引方向 诺贝尔奖的颁发 常常被视为对人类智慧的致敬 而今年这三位美国学者的获奖 更是对制度研究的推动和期许 期待在他们的带领下 经济学能够在制度的探讨中走得更远 为实现全球的共同繁荣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首先祝贺这三位经济学家 他们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制度 如何影响经济繁荣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 制度差异确实是解释 国家间繁荣程度差异的关键因素之一 想想美国的宪法 以及它如何在过去两个世纪中 影响这个国家的繁荣 这样的研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 和改善现有的制度 推动经济增长 嘿 楚天书 我还是有些怀疑 制度当然重要 但我们不能忽视经济繁荣中的文化 地理位置 自然资源等其他因素 看看中东地区石油资源丰富 但政治制度不稳定 经济繁荣也不尽如人意 单靠制度解释繁荣差异 未免有点过于简单化吧 谢琪琪 你提到的确实是影响经济的因素 但制度决定了资源如何被利用 比如挪威和委内瑞拉都有丰富的石油资源 但挪威通过健全的制度将资源转化为国民福利 而委内瑞拉则陷入了经济困境 制度可以说是软件 决定了如何有效利用硬件 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就像阿希默格鲁自己提到的 民主制度也不是万能要 引入民主并不总是能实现繁荣 尤其在社会两极分化时 看看伊拉克和阿富汗 美国花了多少力气去输出民主 结果并不理想 所以制度改革的路上 还有很多棘手的问题要解决 不是只靠一两本学术理论就可以的 当然制度改革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 但正因为如此 像阿希默格鲁这样的研究 才显得尤为重要 他们提供了理论框架 让政策制定者能够设计 更为有效的制度改革方案 研究告诉我们 简单的选举并不等于民主 关键在于能否建立一个包容性的制度 避免汲取性制度带来的长期隐患 好吧 我同意你的部分观点 理论确实可以指导实践 但最终还是要看实际操作 没有哪个国家的繁荣 是靠理论得来的 都是在历史和现实中摸索前进的 光有理论 没有配合的执行力 制度再好也是空中楼阁 说到底 还得靠人去落实这些制度 让他们真正为人民服务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Grey Dragon Grey Dragon Grey Tanks in streets Dating change with modern beats Cities rise in towers peak New dawn breaking bold and sleek From the Great Wall to Shanghai Dubber's moves as kites fly high Tech and trade it's all to play Future shines brighter every day Grey Dragon Roll change the cars March in strong mighty force New era new wave fast paced day History made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ing gaps from old to new Fortunes build and bonds renew Nation strength in bold review Traditions hold but minds explore East beats west and knowledge door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demonstrates From the Great Wall to Shanghai Progress moves as kites fly high Tech and trade it's all to play Future shines brighter every day Grey Dragon Roll change the cars March in strong with mighty force New era new wave fast paced day History made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for growth and peace New era new wave fast paced day History made in full display History made in full display History made in full display Politicians make their plea Voices blend in harmony Policies for growth and peace Ambitions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e 또 real Bridge in heaven Bridge in capital Politicians build and minds Explore East beats west and knowledge door Complex world they navigate China's power never cease Dreams of silk and digital Bridge in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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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ticians grow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